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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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紫薇斗樹的 紫薇斗樹是我們老祖宗的一個智慧 實際上在它的當中 它存著許多蠻奧秘的地方 那這個奧秘的地方就是 我們常在講說在這世界上 我們怎麼碰到一個跟我相應 那或者是相合的人 那對同性之間的話 它是屬於一種夥伴 或者是事業上可以彼此 互相商量的一個好朋友 知己等等 那在婚姻上就是一男一女 或者是這個情女之間 那甚至他們將來會結為夫妻等等 那什麼樣的一個 配合是最好的呢 那我們在這個紫薇斗樹裡面 它有講到所謂的六合 六合就是子醜 合化土 銀害 核化木 卯須 核化火 成有 核化金 四生 核化水 五味 核化日月 那我們用最現實的事情來講 就是說當你在六合的時候 叫做陰陽合 因為我剛剛所講的一定是一陰一陽 一個是陰的一個是陽的 陰陽合的它的這樣的一個合法 是最穩固的 所以我先從最簡單的來講 那我們看這個陽 我們看這個陰陽合的時候 最簡單的就是從你出生時候的 這個生肖啊 你大概你就會有一個了解 第二我們就要說 子醜合化土 子是屬於老鼠 醜是屬於牛 也就是說子醜合化土 老鼠跟牛在某種程度上 當然我們 我們現在講是說 你沒有看整個命盤 只是純粹有你的出生年 出生的那個年份的生肖 去做一個判斷 你心中大概就會有一個感覺說 我跟這個人到底是不是志同道合 所以老鼠跟牛的人 在基本上他們在某些地方 還是蠻契合的 那在我們講說 銀鰻合化木 銀是屬老虎的 鰻是屬豬的 所以你看屬豬跟屬牛的人 在某些程度上他們 可以成為一個知己 那這時候你要來看 銀鰻合化木 木本身它是屬於一種 叫做人世間 是屬於人世或者是屬於宗教 就是跟人際關係有關的事情 所以你要跟這個人 是不是從事一些跟人際有關的 有關事情的人 老虎跟豬啊 就屬老虎跟屬豬的人 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組合 在某虛合化火 某這個是屬兔 虛是屬狗 屬兔跟屬狗的人 它也會有一種叫陰陽合的味道 什麼叫做陰陽合 合化成火呢 火的東西它通常是代表著一種比較快 速度比較這個 在很短的時間就會有反應 必須要做那種快速處理 或者是快速反應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屬兔以及屬狗的人 他們在處理一些叫做 你看像在炒股的時候 你是不是能夠在最快的時間 我們說每一天都在交易裡面獲得最大的利益 你跟這樣的人做一個合夥 或者是做一個香蕉 那通常都會有一個還蠻不錯的組合 那當然屬兔跟屬狗的人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他們常常叫做一見鍾情 很快的就會墜入愛河 甚至很快的就會結婚 那通常是這樣組合的人 再來這個屬有和化金 屬是屬龍有是屬雞啊 也就是屬龍跟屬雞的人 他們會形成一個叫做 叫做這個叫做陰陽合 也就是這個六合 化金的意思通常都是指 跟金錢跟投資或者是跟穩固 或者是說你跟一個長久的一個事業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非常的堅固嘛 那金屬是非常堅固 所以當你在尋求一個長期的合作的關係 或者是長期一起能夠共識的 這樣一個味道的時候 屬龍的人跟屬雞的人 似乎他會有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組合 在我們說四生和化水 四是屬蛇的 身是主 是屬猴子的 屬蛇跟屬猴子的人合在一起 他們會產生一個叫做上善落水 也就是說今天假如你所面對的一個環境 是非常的這個變化度很大 甚至說難關很多 隨時都會有不同的一個狀況 那屬蛇跟屬龍跟屬猴子的人 他們能夠結合在一起 或一起來共識的時候 面對這個千變萬化的一個世界 常常會有別人所沒有辦法預期的 那種彈性或者是靈活度 所以我們來講說叫做五味和化日月 五味和化日月基本上它是另外一種火 但是你可以像太陽光在普照世界一樣 五是屬馬的 胃是屬羊的 屬馬跟屬羊的人合夥 他們可以扮演一種叫做服務業 也會像太陽一樣普照世界 那做出布施啊或者是服務世間人的這樣的一個味道 所以十二生肖它各有各它的陰陽和啊 那當然每個陰陽和也有它一個特殊的一個方向 所以不管你是十二生肖的哪一個 有的時候你順著這樣的一個味道 去做一個這個你要合夥共識人的一個挑選 或許也是一個可以讓你參考的指標 大家聊得到 我們只要看這個影片 然後你們一起先影片 那bread一是否則 有啦 就是影片